你好 你好 陆老师 你今天来向谁告白 先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中国蜘蛛侠 郭成 也是国内第一个高空表演 不携带任何安全措施的第一人 今天来向我妻子告白 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向她告白 我第一次表演高空的时候是 曾经从六米摆动转下去过 整个韧带给固执全部拉伤 进了几家专业的顾客医院 他说我说 他说是从这儿遮过来的 拒绝我不给你看了 当时呢 我说不可能 我这么热爱舞台的一个人 刚刚开始完美实现我的梦想 就残疾了 我不甘心 然后从03年04年 一直到05年 三年的时间 在家里卧床三年 那时候还不是妻子 是我女朋友照顾我 在我每天坚持锻炼 奇迹发生了 就在06年我站起来 转360度 那侧面 她的腿很直 你发现没有 整个膝盖全都断了 他是这么遮过来的 他有没有责怪 你说让你以后不准 再做这样的高空表演 他说这个很危险 这个不是正常人去做的 对 他说随时都可以付出生命的代价 他不想我那个受伤重演 结果你听了他的话 结果没有 他每天看到我 这么热爱这种高空节目 然后以后也被他 也就没有再劝我 一直都是我老婆幕后支持 所以说今天来这个舞台上 我还请我老婆高 我老婆是一个女强人 你要向他告白 是向他感谢还是什么 感谢他 你支持我的工作 不管是作为母亲 作为妻子 我真是一百个度支持 如果他真心喜欢这份职业的话 我觉得我就应该去支持他 作为女人 一定要支持自己的男人 尤其他的事业 但是你已经是人父了 你有责任了 不是自己的冲动了 你前面有个过失 你难免将来就不会再有吗 我最远的选择了这条道路 我就会一直走它下去 一直坚持下去 因为很多国外的人 来中国应战的时候 中国一户高空很少很少 我不希望我们国内 没有高空飞跃的蜘蛛巷 我觉得如果说我有他那本事的话 我也愿意那样子 如果真是你老公 你支持啊 我支持 他要摔伤了呢 我养他一辈子了 我只能说他爱他的事业 比爱自己的妻子要多一点 但是你对这种高空事业的狂热 我们谁也没办法阻止你 就像你所说的 很多情况之下 它不光是一种完美的演出 它还能代表国家的光荣 我认为这是一种 你买了保险吗 没有 你保险也没买 对 为什么保险不买呢 我是自个人认为 可能是错误的 有很多人我买了保险 在空中 就感觉 我买了保险 没事 就没有自信 其实演出 这个演出上面 就在一秒钟 瞬间一秒钟一刹那间 如果说心理不在这上面 一下子就可能就要废出去 但是我自个人认为没有买了保险 我演出就很自信的 他对自己极其自信 但是他今天和自己妻子的告白 是否能如他自己所愿 妻子也是如此 支持他吗 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告白世界 来 请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 按键旁边 如果你的妻子 并不是像你所想象的一样 那么支持你 他只是装出来的 其实背后他每一次都在担心 所以他今天不想来 这个告白的舞台 来徒增自己的压力 你怎么办 其实我老婆也是没有办法 因为我喜欢这个行业 她必须要支持我 如果你的妻子今天来到现场 以一种有限的方式来支持你的事业 比如说你只能做多少年 你认为应该是多少年 我认为应该是15年 你认为应该是15年 对 如果他认为最多让你再干5年 或者是10年 你妥协吗 这个可以考虑 可以考虑 因为我也不是为了这一个演出为职业 第三个问题 这个问题可能不是什么问题 但是对于你来说 也可能是妥协的问题 就是你妻子说 行 我支持你的事业 但请为自己买保险 这个我赞成 你赞成 你愿意改变 你愿意改变 好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倒数5个数 5 4 3 2 1 请按键 请按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说你骂我 我就刚刚站那儿 我都真怕他甩出去嘛 我这都不腾不腾嘛 你每次都要看嘛 我感觉的就是担忧 但是就是我爱的这个男人过程 就是他非常喜欢这个 也就是说这是他的梦想 就是说他一直追逐的梦 身为他的妻子 我就应该去支持他 我不应该就是去说 在他有梦想的时候 他再去努力去拼搏的时候 不能就是说老拉他后腿 就是老说不行 为什么 因为我爱他 我要支持他 怕说多了给他造成心理负担 因为他演出嘛 心理 心理 好吧 接下来看你怎么说 你不今天向他告白吗 你这种告白 如何才能够让他抹去心中的担忧 如何才能够让他感觉 在这个家庭生活当中 总有一天 我能够不再这样急心吊胆地过日子 就看你今天的这张嘴 好不好 那你就好好听着 好吗 好 接下来是过程的告白时间 其实你之前是一直不支持我的工作 最后我若事实证明了我的演出 你才能支持我 但是就是说咱们现在有孩子了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 所以就是为了我和儿子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对 我回去去买保险 这样你会更放心了 对吧 不要为了 我知道每次我演出的时候 你在下面心都很纠结的 怕我有闪失 怕我有意外 怕我从空中掉下来 不要说 谢谢你们 我既然选择了你 这辈子都会跟着你 然后我这辈子我知道我就是一个操心的面 我天天就会担心 所以就是关于儿子上面 就是我不希望他再学这个了 我不想再对我生命中的第二个男人再天天为他担心 我答应你 儿子好好上学 我回去买保险 感谢你 好 最重要的就是 张道迅的时候一定要仔细 状态不好的时候一定不能演出 什么都不重要 对我们而言就是你最重要 安全最重要 对于我们这个家而言 你就是我们的天 放心 我会对家庭负责任的 回去之后我一个大的调整 谢谢老婆的支持 我很爱你 考虑一个女人支持你这些东西 每天在下面提心吊胆 真不容易 好不好 来 我们用热烈的掌声祝愿她们幸福 来 我的声音如风 一段几终 总要做我 好 回 回